21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了访美之行 那么此次安倍访美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好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国防大学张照中教授 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 一起来为我们进行深入的解析 前天呢安倍开始了访美之旅 有媒体分析呢 那么这一次安倍访美的主要的目的 除了美日同盟关系之外 可能首要要提到的问题就是朝核问题 那么您怎么看呢 朝核问题呢肯定会谈到 离着这个日本这么近 另外这个驻韩美军驻日本军也就在跟前 那就说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 肯定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 所以他肯定要谈 他的重点关键是这样 就是说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层面的制裁 那么美国已经参加了 这个因为美国他一直参与这个层面 跟中俄呀 美国法国进行这样的一个 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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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谈 但是日本他不是 安理会的理事国 这个又不是常人理事国 所以日本呢他只能跟美国对话 要不对朝鲜这事他使不上劲 有什么想法他跟谁说去 所以说现在好不是有这个机会呢 他跟美国会交流 他们交流的重点呢 就是不是联合国那点事 是他们两个会不会捆绑在一块 干点什么坏事 针对朝鲜 他要商量这个 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 他会不会再单独制裁 这是要观察的